所以我們要下重點 所以下重點的話 口味就要重一點點了 所以這兩個顏色擺在一起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阿公感 因為我覺得來這邊 真的是一種享受耶 那你先吃看看可不可以嗎 有什麼東西很大 你還要給我嗎 來走個台步 Oh n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冰冰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穿搭 自從我開始當了自由工作者之後 我才發現穿搭真的很重要 因為不理穿搭的人 人就不會理你 所以我要在這裡 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給你們 就是用搭配過的服裝 去參加重要的場合 表示對這個場合任何人的尊重 我覺得這很重要 這次是因為我接到一個 被訪問的機會 然後它是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 一個職人引入系列 然後我的分享的主題就是YouTuber 然後我想說 這不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嗎 所以我就很快就答應了 不過我就突然想到一個問題說 完蛋了 我覺得目前的衣服 可能就是太過於正式 可是我就一直在想說 要去買也不知道買什麼 我就想到啊 我之前就有找過上品形象學的老師 來為我的服裝做搭配 然後做我的顧問 然後我就發現 沒想到我的臉書 朋友的詢問度 或者是他們的回饋 都還蠻高的 所以我就趕緊聯絡老師們 來拜託他們 來幫我處理這一次我的需求 讓你們看看啦 我接下來會有什麼驚奇的改變 好 我們到了 哇 快快快快 服裝真的很重要 按電鈴 早安老師早安 嗨 老師好 你好你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第一次為什麼選擇上品形象學呢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棒的地方是 他們會從配色提案 個人形象搭配 還有針對每一個人不一樣的個性 設計的小巧思 尤其是配色這方面 原來顏色也可以讓一個人的 臉光與氣色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的話呢 是先給你一個比較低調 沉穩內斂的配色 但我們剛剛有說嘛 適合你的顏色是屬於 比較偏暖一點點的顏色 所以會是用咖啡色系的 那用咖啡色系的話 他其實會跟一般坊間 就是常常會在穿 藏青色藍色的那一種 專業人士不太一樣 但因為這一組是適合你的顏色 加上他會給人家有點溫柔柔和 然後有一點親和力 的同時是沉穩內斂的 電墨黃色呢 他就會是給人家有一種 陽光活潑有朝氣的感覺嘛 那因為你是Youtuber 所以你是Youtuber代表的時候呢 你要給人家有一種 很有創意很有想法 人很活潑很人很有人緣 而且非常人來風的感覺 在這邊大家可以跟老師 沒有距離的聊天 他們也會給我最真實的建議 有時候啊 還會給你一些些挑戰耶 所以這兩個顏色擺在一起 你可能會覺得 有點阿公感 是否 所以我們要下重點 所以下重點的話 口味就要重一點點了 所以當我們口味重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要出動 真的很重 我們要下重口味 老師我剛剛以為這條已經夠重了 結果沒想到 沒有沒有不夠重 所以呢我們要下重口味的話 它的應該是說你的 呃 重點就是你的主角 會放在你的這個鈴帶上面 所以你的主角 你的重點放在這個鈴帶的話 我們用火紅色 楓葉的暖色調火紅色 那紅色的話 它代表就是行動能力嘛 所以代表行動能力的時候呢 就會是你的想法很多有 而且你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你看看你看看 有沒有很挑戰 第三套還是綠色的外套 我完全沒有嘗試過 你們會想嘗試嗎 所以就我們就先 以這兩套來為主 好 然後就可以移動到 幫你做著裝的店面 好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OK 走 我們到了 哇 老師 這一間 是很推薦的對不對 這一間 這一間非常推薦 而且裡面的老闆非常的專業 相信他可以幫你搭配到 很適合你的衣服 進去良夫洋服後 環境的氛圍在這裡 不僅是聊天 參觀 試衣服 都非常輕鬆自在 應該是說 非常的享受在其中啊 好 我要去變超人 謝謝 超人變身出來了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覺得滿特別的 因為我真的好久沒有這種 試穿衣服 因為我覺得來這邊 真的是一種享受耶 不是 那你最下面的扣子 我建議你就不用扣了 好 真的 好 對 那背景我幫你調整一下 好 好 那我們先試看看 可不可以 不行 真的很搭 然後給我 oh boy 穿完之後會不由自主的 挺起來 會 老師妳覺得怎麼樣 這樣子小小搭一下 我覺得這套看起來很不錯 而且妳看我 點我這樣自拍 我就覺得帥 整個人都還激動了 妳看 蛇帥 我現在整個人帥耶 來走個台步 他不會走台步 他不會走台步 那你就正常走過來就好 真的不會走 好 好 OK 我想讓他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是有點西服 他的這個袖子啊 摺起來或不摺都可以 嗯 對 走秀 正常走 正常走 真的走的好怪 喔 但很好看 剛剛還在用那個布來配色 然後現在整個成型之後 我會有更有感覺 對啊 試穿了幾套之後啊 我真的真的都好喜歡 但是如果只能選一套 比較適合這次的錄影服裝 我會選擇 第二套 好 記得我那天啊 穿著這樣的服裝 去參加錄影的時候啊 其實還沒到之前啊 你知道走在路上 我都覺得我這個人走的路都有風了 然後到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 有一點還滿欣慰的 就是工作人員都覺得說 欸我這次的穿搭很好看 而且都可以讓他們感覺到 我對當天拍攝的重視 在影片還沒結束之前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點選看一下 我被訪問的影片 是關於YouTuber這個行業 非常的有趣 記得去下面點選連結喔 好最後啊 如果是你或者是身邊的朋友 不管是男生女生 對於塑造個人形象有需求 或者是穿搭想要提升的話 請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他 這樣子啊 他會非常的感謝你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